大家早上好 我小兵又开始要直播了 对不起 我没有事先通知 越来越担心说 如果我事先通知 在一个小时之前通知 网友们说我要直播 当然 我相信会有人 在一个小时后就会 在直播看到我 但是问题是我常常 担心说 我说好一个小时 结果我没有办法 直播 然后就让大家觉得纳闷 所以我今天就说信不要通知 但是我很感恩 我看到现在有一位两位的网友 这么好就立刻进来了 我没有通知大家 叶先生 王 谢谢你们 说谢谢你们 你们还按赞 可见你们跟我现在已经有浮动 虽然不多了 开始就是这样 我很感谢昨天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说起这个好朋友 他是 他是一个 算是一个 高级的辅导官来的 当年在国防部 所以他常常被请去演讲 包括他替一些机构 顺练他们的员工 就是怎样提升你个人的工作数字 他昨天他昨天很好 他WhatsApp我 根据我的直播 给我一些建议 所以我心里看的是蛮感动的 这些朋友 虽然知道他还是 很幽默的提出一些意见 我其实我 他的意见真的是很好 他已经解决了一些 我一直在想 如果我还没有办法再 因为我明年 如果我要把我的房间改成 直播室 给我个人作为 直播用途 或者是我的 书房 我需要一点时间 因为 最少要到明年底 我才能够真正的去做 也可能不必到明年底了 明年中 我毕业之后 可以把这个书房 当然我的书房很多书 我要取舍 然后我整个的 那边里面书作 两个女儿都到时都 已经一个嫁出去 明年又另外一个嫁出去的话 书房基本上是我的 再加上 我的闲内住又 还是继续顾身的话 大部分时间是我一个人在家 所以我要好好地利用 这种独处的时间 就要把书房真正的 有神志在想 要不要弄成 有空调 这样的一个情形 这些都是要去想 就要做partition partition就是做围墙 当然是做木板的围墙 在这个书房 所以很多事情 所以如果在 等到这么迟来做 那现有我已经买了这个直播的器材 然后这个好朋友 他又介绍我 简单地去做一些布局 一些背景 我会接受 然后我会去 听取他的意思 等到是我做好了 我才继续地跟大家说明 他也给我一些 搞笑的话 他说 因为前面那几 前面第一次第二次真的很黑 整个 因为这样晚上 你看现在是白天还好 晚上就 我都跟你讲 我用座灯 我没有灯光 所以他说 很暗 他说很暗 随时等待政府来做 如果是这样也好 但是建议 为面打一点灯光 第一次没有 他可能是看第一个影片 接下来都有 那个坐灯打我的脸 最少我让人家看到我的脸 他说 视觉效果较好 至少眉目看得清楚 不会抓错人 网友们 就是 在新加坡 就是一个这样的氛围 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告诉你 大家多少有一种 所谓的台湾所说的 白色恐怖 不懂 总是担心 政府会来抓人 我没有怪 其实因为这种是长期 我们 有时是背功舌影 有时是想到自己的饭碗 尤其是做公务员 我们其实是一个 大家怎么讲 长期以来就是这样 一个一党独大的 的政府 优秀的政府 曾经是 昨天我做 得事 出租车 出租司机跟我讲 现在行情真的很坏 就从他们两个出租车 公司变成一间之后 他们的收入真的 差很多 当然前面 给很多incentive的时候 他们赚很多 但是基本上他跟我谈的不是钱的问题 他跟我谈的一个问题 是尊严的问题 他说uncle你知道吗 我们出租车 司机里面有很多是专业人士 很多是工程师 很多是股票经纪 很多是 好险经纪 很多是服务行业的 一些专才 我们被裁员 我们被迫要转型 我们被迫要离开我们自己的专业 为了 我们要养家糊口 我们立刻想到的 就是我们赶快考 一个出租车 尤其是很多服务行业 经纪行业 没有办法供车 没有办法养车 这很明显的嘛 你看我当时养车 我十年前 拥有那辆车 我一个月花费大概1500 到2000最厉害 但是现在不可以 单单买那辆车 每个月的分期付款 差不多就要1500 之前你要还一笔 30%的那个贷款 当然还是有办法找到100% 你可以私人 其实就是变成你要借更高的利息 通过投资 通过个人贷款 因为车贷的贷款是低 所以如果你限制买车 你要100 你说你要限制买车 所以你提高这个 只可以贷款70%的车贷的话 每一车的人 需要车的人 那30%他就只有通过 信用卡投资 或者是个人贷款 那性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现在养车不是1500到2000的事 现在养车是2000到3000的事 每个月 如果你是给最基本的 你现在想看大家怎么办呢 很多人当然是就兼 兼驾出租车 把自己的车当出租车 或者是去租车公司租一辆车 每个月给租费 然后每天除了下班之后 五点之后 需要驾四个小时 来赚取那辆车的费用 使到自己算是用车的人 我能够了解 但是重要的还不是这个 是那个司机跟我讲 尊严 如果我们训练了这么多工程师 训练了这么多服务人员 你的转型 你的所谓的职业转型 你所谓的结构转型都好 你来的是蛮快的 有时是蛮突难的 这些专业人士就因为 公司突然之间就 就要他们拿 就没有了 好像股票经纪行 就是一个这样的行业 本来是替公司打工的 现在每个人都会自己 用电脑买的 所以这些股票经纪就 就没有了 公司是否有给他们 一个很好的转型的机会呢 鼓励他们去读书 自助他们去读书 转去银行 转去哪里 转去金融 转去什么 很悲哀的 你看到一些大学生在 银行门口这样招来 人士来 投资 你的那个金融产品 很悲哀的 因为我们的确是 缺人还是缺 缺 缺机会 所以他跟我 这个司机跟我 投诉的时候 他是很 有点悲愤啊 他对现状非常的不满 每个人 我坐很多车 我不是 你们都可以的 你们都有机会 坐出租车 得失都好 每个人就等 2020 我讲2020 大家应该明白意思了 所以 也不要太 讲太多了 2020就是一个日子 是大家认为 认为什么呢 你看台湾 为什么 这一次的六都选举 他们会翻盘 国民党 会重新的 执政 六都里面的三都 三个重要的都市 新北市 台中 最难能可贵是高雄 翻天 高雄人民是 几十年来都是支持 这个政府的政党 就是民进党 当年是在野党 他们已经政党轮替两次了 为什么会翻天呢 是因为国民党强吗 不是 是因为 韩国一个人的那个魅力吗 也不完全是 就算很多 你看韩国 韩国瑜 投入了多少的心力 在整个选举过程当中 运用了多少 正确的那种策略 从没有支持度 落后三四十八仙 到大营 这当中的原因 很多 那些本来支持民进党 所谓的 深绿的 这些农民也好 渔民也好 小贩 摊贩也好 小市民也好 中小型企业都好 做生意的都好 市民都好 他们的家庭 他们的成员 他们一直强调一点 我们投给 国民党的韩国瑜 不是因为国民党 不是因为韩国瑜 我们要 投这一票是要 教训 民进党 他们把民进党 列为台湾最大政党 就是讨厌的民进党 所以 你反映过来 我们这一个 新加坡的情况 心知肚明 我不要讲明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想一想 我们如果整天 你在外面 坐出租车 然后整天听到 这样的新闻的话 听到人家告诉你 要等2020 干嘛 等2020干嘛 好好的教训 不是我说的 我没有诽谤之意 对吗 我听到的名义是这样 或许你们听没有 你们听不到 不相信 就请大家 有空了 你们去坐坐这些 出租车 去摊饭 德士 听听他们 心里说的话 当然你不可以派 那个国会议员 说要去各行各业 去了解民情 骗水 我自从没有驾车之后 我坐车 我坐巴士 有时跟乘客 很多机会 跟这些德士师傅 跟这些出租车的司机 有一些司机根本就是 他这办公 他是已经有一个 full time job 在那边的 还可以跟他谈他的行业 收获很大 你说如果他们不代表什么 我还告诉你 我去到房间 坐在那边 跟老人家讲话 跟年轻人讲话 喝咖啡 卡仙购 每一个都说 2020 所以今天 脸书有一则新闻 就说 调查 四分三国人相信 并支持明年 进行大选 我对这一个东西 本身是有意见 因为我们的大选 跟台湾是不一样 台湾的所有选举 不管你选市长也好 市议员也好 就是那个日期 接下来就立委选举 是否要跟总统选举一起 或者是 就是他们每一个选举 他们日期都是定好的 那一天就是那一天的 不管风吹雨打 我们的政策是不一样 我们是必须由自政党 最高领导 向总统 要求解散国会 然后他有一段时间里面 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面 就要宣布提名 就是要宣布提名制 解散国会之后 接下来就要宣布提名制 选举日 通常最短九天 通常都是九天的 现在又多了一个冷静 冷静 冷静 冷静日 最后一天的之后 再多一天冷静日 然后才选举 很多时候冷静日是 星期五 选举是星期六 星期天就 本来就是Holiday的嘛 也不会多给你一天的啦 那整个竞选期间 从大概有风声 来的时候 好像现在就风声来啊 但是基本上 你不能够太过公开去做那种 选举活动 那已故的 已有的政党 当然可以在他自己的选区 得到的选区去进行 服务选民的活动 不然你不可以 因为你不可以随便 跑到别的选区去 你要很小心 因为居民投诉的话 警察就来了 因为你是代表政党 去不属于你的选区 去进行这个探访 要很小心就对了 很多东西是 他要是可以依法处置 所以我们的选举 现在大家讲 谈啊 报纸会 先等不啊 逛等不啊 酸等不啊 老百姓就等啊 几空几空啊 2020啊 然后 这个选举 所以我们现在 支持 你支持又怎样 我支持又怎样 当家的不说几时选 就没有的选了 他可以一直到 因为每五年选一次 他可以到五年的最后一天了 现在从15年 16 17 18 现在是三年 明年就是第四年 在整个选举 我们的选举历史当中 有三年就选了 现在已经第四年了 也有拖到四年最后最后靠近了 通常没有 但他没有拖到最后一天了 有时所谓的闪电大选 三年咯 就闪电大选 如果你说 现在什么是闪电大选 一月咯 一月份 不可能啊 现在已经12月底了 三月咯 也算是闪电大选 他们大概是不可能 应该过了下半年 因为上一次大选 有一个重要的领导死了之后 老人家死了之后 哇 的确对他们的选情 对自政党的选情有利 所以他们 人民啊 坊间说了 这一次又要什么 什么两百 两百年 新加坡两百年的什么 开开 那个诸子我都不大会念了 开开 两百年了 两百年前的新加坡 庆祝两百年前就有新加坡 这样就好了 要庆祝啊 然后又谈到来富士啊 又谈到 三尼拉 五大妈 提到余韦斯 有没有余韦斯我也不知道 应该没有啊 谈历史啊 谈 也一定会扯到 哇 我们的先总统啊 先总理啊 先先部长啊 丰功伟业 我们的建设 我们的哇 全部都是 让人民感觉到 哇 你要爱国就要 选择正确的政府 啊 就这样 是啊 可能就这样到明年下半年 但是很容易知道 有没有大选 就是通常是 如果你注意大选的时候 他们需要征召很多老师啊 一些 就是主要是征召 征召这些老师 当这些 舰票员啊 查票员啊 提名站啊 服务所有的选举官啊 这些 所以这些老师就会去受训吗 派去每个地方 每一次都这样啊 要受训 你受训的时候 没有老师 不会告诉家里的人嘛 这样就一传传实 实传百啊 对不对 老师整天在学校没事干 不是没事干 老师在学校忙死了 我现在要付出这个多 多余的 多余的心力去 去做这种事情 他们一定是 你第一次了 也可以很兴奋啊 对不对 很兴奋 能够当选举服务 卫国服务吗 我也卫国服务啊 我参加 那个 我曾经提名站 帮助政党 帮助政党 其实你也不可以说 我帮助什么政党 自政党要在野党 选举期间 所有的党都是在野党 所有的党都是自政党 还不知道 叫候选党 我帮助候选的政党 所有候选啊 包括自政党啊 已经空政府 解散国会啊 没有政府了 当然 政府的运作如常 海陆空三军如常 当然是没有政府 那 总统还在啊 如果有什么突发事件 敌人来攻击在竞选期间 可以 应该是可以召集回 原有的政府啊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说在选举期间 那九天 你就不可以说 某某总理了 对不对 他已经不是总理了 你哪里知道 他一定是总理 可能他选上了 他只是以一个国会 他恢复他国会议员 来参加选举 赢了之后 还要他的政党 推他出来当总理了 但是好像 哎呀 不要说了 不是这样的吗 对吧 照law是这样的吗 这个是law来的吗 退了 是由那个最 最多数的政党 组成政府 由他们里面选出 他们 最认为 最行 最在认 最可以的 当总理 就是这样啊 这是他们自家事 如果他们赢了 整个政党赢了 就是他自家事 他要谁放 他要放谁做 部长 哪一个部长 卫生部长 教育部长 财政部长 都是他讲的 什么总理公署 什么副总理 几个这样 都是他讲的 不是他讲谁讲 一算就骗下去了 所以 这边说 国人支持 但是 这个选民很幽默 他说明年大选 大选是否与 这个李显龙的病情 是有关系的 他如果病路高吗 大选就迫不及待了 哎呀 讲这句话 其实也没有什么了 你不要带着 有色的眼睛 看这样的 的形容 所以为什么我很念 因为李总理的病情 讲李总理的病情 这一句话是诚意的 这个不是假新闻 他真的有病啊 他也承认了 他真的有病啊 而且他说他如果病路高吗 就是如果啦 如果不一定是啦 是否选举跟这个有关系啦 就要快咯 因为假如说明年选也算是快啦 四年也算快 因为现在三年嘛 你这是第五年有整年的时间嘛 你为什么选择明年呢 对不对 所以如果他真的有病的话 要赶快 不要做一个自私的人 做一个归了国 把他的棒交下去嘛 这是对的 我们也看得到啊 从五位候选人 他们党内的候选人 五位变成三位 四位变成三位 三位现在跑出两位啦 两位有一个第一的 有一个第二的 他不是说咯 第一的要看他的表现 在国会 但是他也说啊 下一个大选他还是带领了 所以我也是有点纳闷啊 你要他表现 你又要自己带领 你要他表现就放啊 你放 你让他自己带 反正很多人就等2020嘛 对不对 我也不懂啦 这个是他们党内的事 反正2020呢 这个2020呢 这个2020是很有意思的 没有人可以 怪你要选哪一个政党 这是我们民主社会 民主国家 每个人都拥有一票 拥有一票的 可贵就在这里 所以你不用担心的 我常常说为什么要担心 好像我那个朋友 这样幽默这样 说我前面的那些 影片很黑啊 要放亮一点 看到我要抓我 不要认错人了 我坦白跟大家报告 如果真的有关担心局 要抓我 随时都可以抓 随时可以请我喝咖啡 对吗 但是你要有理由嘛 我有我的工作 我有我的家庭 我有我的发源 我有我的看法 我没有口出额缘 我有吗 所以这个 网民真的 极有意思了 他是一个性情中人 也看得出他偏向 哪一个 哪一个 当然是支持自政党 还是支持在野党 是人民的自由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因应都要支持 你认为的政党 那你不要选举了 选举干嘛 浪费时间 我觉得 不知道跟你讲 如果你问我 怎样的看待 在野党 参与2020 我只有三个字 我敢讲我负责 不过我讲还吗 我负责之负责之三个字 如果你要在野党 特别是 最让人家幸福的在野党 最有私利的在野党 最大的那个在野党 我不必讲 大家已经知道 我在讲哪一个政党 我不要讲明比较好 如果 他们真的要 2020 不要再讲什么 第一流的国会 不要讲这些 选政党 是讲社会 不是讲国会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国会这个定义 国会议员的定义是什么 国会议员的定义 对我来说 我的认知 本来就是在 国会里面 问证 国会议员的定义就是 最大政党的国会 组成政府 这两大功能 对不对 自政党的国会议员 除了国会议员 在国会里面问证 他们在 内阁里面组成政府 组成内阁 这两个功能 现在国会议员的功能在哪里 全部焦点放在市政会 管理市政会 我没有说错了 但是一个国会议员 能够分三种功能吗 又做内阁 又要管理市政会 又是国会议员 所以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如果那个国会议员又可以监制 他本来有很多都是监制 几夫都是监制的 很多都是监制 很少是全时间做国会议员的 还要自己的工作 四种功能 你选一个人来 他可以分身成为四种功能的国会议员 那国会议员的定义是什么 是国会吗 不再是国会 包括他自己的生意 自己的职业要跑 包括他是内阁要管国家大事 如果他是自政党 包括他要管市政会 然后他 其中一份是国会 事样里面他属于 国会的话只是一部分 所以你看有时国会开会 没有人不在 大部分人不在 有些忙公事 有些忙国家大事 有些 然后有些MC 生病 躺在那边 人只要有一口气 他人还在 他不行的话 也可以叫他的基层 所谓的 他不必在的 只要他活着 就是位置 就是他死了又怎样 假如是 所谓的继选区里面 死了一个国会议员 不必选 不必补选 我们就是这样的情形 我不可以说对还是错 就是这样的规矩 这样的游戏规则 除非是单选区 有什么事情发生 丑闻 死掉 你就补选 不得已不补选 还有 有时还脱了一点点 他还是补选 所以国会的定义是什么 所以不要想第一流的国会 Please 社会 回归社会 你只要 专注在 你要服务社会 你全心全力的 服务 社会里面的 普罗大众 每个人到最后还是 以人民为主 不然叫民主 自民所苦 所以我奉劝 那个最大的 在野的 这个政党 不要来第一流国会 他们不听的 你们也做不到 没有人做得到 何必提 什么叫第一流的国会 全部人不可以absent 不可以啊 他可以请私家 他可以请MC 他可以有理由不来啊 他是部长 他是总理 他有事情 他就是不来国会 咨询啊 我们又 所以你明白这问题吗 曾经有记录过 有国会议员竟然 从他当选 国会议员到 最后一任 好像只出席 开幕典礼 一两次 如果我没有记错 如果错的话 你不要怪我 不要括我 如果我没有记错 是一个前任的交通部长 然后没有坐在 没有坐交通部长 卸下后 继续恢复他国民 国会议员的时候 他几乎没有去国会开会 然后就暗栏下台 我最搞不 搞不懂这个交通部长 你们可以查看看 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 没有诽谤啊 事实就是国会议员里面的 国会的出席率 真的不是很好 真正要100%出席率 你看我们读大学 看我们读 我们去学院上课 我们公司 你第三次缺课的话 就是整个课目没有了 分数零了 你只可以缺席两次 第三次都不可以 第三次你缺席 除非你家里有死人 特别的情况还要申请 所以你明白吗 我们的国会议员 也没有在国会里面开会的 我们的国会议员 如果大家还专注在 国会议员在国会里面的表现问证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啦 那你要捕获老百姓的 心就是要了解 那你才在国会里面提出应该要提的 提出那些尖锐的问题嘛 那些人民要提出啊 最少你要让人民知道 为什么要选你 为什么你可以取代政府 如果你说有取代政府的一个 资本或者是基础 其实大家要注意 这个国家已经建立了 三军海陆空三军 都已经建立 他们听命于国家 不听命 听命于国家和当选的政府 在选举期间 政府解散 他们是守住 包括总统还是守住 那谁建立政党 谁的政党 但大多数 人可以组成政府的时候 海陆空三军 就要听命这个新政府 如果有新政府的话 所有的国家机构 不管什么部门 财政部 经济部 内政部 什么外交部 都没有部长了 在选举期间 但是他们的那些公务员 高级公务员 各个部门的秘书长 还在工作的 如果谁当 谁当了新政府 选了一个人当他们的部长 他们就听命于那个部长 明白吗 绝对 除非你现在换一群人 是比原本那一群人做的差 那如果你觉得现在这群人做的好 你选他 如果你觉得现在这群人做不好 就下台 就是这样 选举是这样 那你就换人做做看 你不要担心 换人做这样 整个 整个 会腥啊 整个船沉下来啊 好像船 如果说 一换 就立刻船沉下来的话 那就表示 过去的 很虚弱 很弱 海陆空 三军都不行 所有政府的 政治 所有政府的重要的那些秘书 那些主管 那些行政人员 都很虚弱 然后把你一换了 全部 全部着裸吗 军队内乱吗 叛变吗 那不会表示 你在过去的执政里面 你是 是什么问题 和平转移的吗 没问题的 所以你要告诉人民这样吗 这就是你 为什么人民一直担心 其实换人 只是换那一群 聪明人啊 他们认为他们聪明的 我们认为他们不聪明 我们换别人 然后由这些 这些新的部长啊 新的总理才看 原来的这些秘书 他们要不要用 不是每个秘书都好啊 不是每个 公务人员都好 可能他们要换一些人 三军还是继续走啊 没有这么大的担心的 其实担心的是脑嘛 脑换了脑不好 下面就乱七八糟了 你换一个新的脑 重新统整一下 可能身体变成灵活 如果你要所谓的取代政府 当然啦 很多历史事件也告诉你 取代政府未必是 很好 两党制也不一定好 那读一档读到好吗 觉得好就不要选 任何第二党就继续选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 要两党制就选多一点 能进入第二党就选多一点 进去里面就变成两党制 如果你要取代 就完全敢敢的选 这个 预备的 认为他有基础的 你就看他的候选人的资格 从前你说消防员 保安人员 德式司机都来选 从前还有一个老人家 说他要组织 引子那个 那个政党啊 我告诉你 真的不能够相信 现在好像没有了 很多谣传啊 那也不要说 因为说出来要负责 谣传不要说 以而传的 不的确看到 很多政党 也看到真的很多政党 你也分不清 他的立场是什么 的确也是 所谓的 平时没有看到他们 到大选的时候 全部冒出来 那现在有一两个政党 是还在 一两个政党 还在服务选民啊 不是没有啊 已经新加坡已经政治 整个气候已经是成熟了 你看很多年轻人成为 在野党的候选人或者被 自政党吸引成为候选人啊 两边都很强啊 都有强人啊 都有啊 只是你你们要 所以我说我奉劝不要再说什么 第一流的国会啊 没有国会 国会已经是 运作已经是 有点怪怪的 已经失去了那个全面性 做回国会议员应该问证的那种能力 反正要 一个人分成 所以我也蛮欣赏 在野的 他们几位国会议员是全制的国会议员 本来自政党也有全制的啊 后来自己两三年后他说不要啦 因为你你你国会议员啊 大概下一任大概应该不会选的 哇两任很开心了 第一任是在继选区 第二任他在单选区 结果每个人都不喜欢他 选民啊 网民啊 结果他的选区的选民喜欢他 你又你又奈他路了 这就是民主政治啊 他赢了啊 每个笑他啊 每个看他的视频 觉得这个人 这个小牛怎么可以出来 做国会议员啊 现在已经妈妈了 好像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年轻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啊 撒笑啊 嘟嘟脚脚这样啊 I don't want I don't want 对不对 人家已经两任了 I don't want I don't want 就两任了 是不是 没办法呢 他的选区要他 你和我都不能够讲话了 对不对 他的选区做得好不好 见仁见智了 你给我评分的话 我会给他及格 因为我就在 我的工作的对面 就是他的选区嘛 我会给他及格 就事论事了 他的基层领袖是蛮全劳的 我不可以讲骗话 所以他有做事 不是没做事 怎样做 所以我们 我真的很希望 不然人民一直说2020 2020 很多口水干了啊 结果 到最后还要含泪投票 你们说了 你们自己想 政治这种东西本来就很敏感 本来就是要命 但是也可以不要命 也可以不必敏感 我不是刚才想说我要给三个字 对不对 奉劝我们的在野政党最大的 不要再谈什么一流的国会 三个字我给他们的就是 赶赶赶来 赶赶冲 赶赶做 先讲啊 冲也好 做也好 来也好 都是震荡的 合法的 非暴力的 参加选举 赶赶来 赶赶冲 赶赶做 不是叫你去暴动 不是叫你旁门左道 不是要你去触犯法律 最重要的两个字 赶赶啊 赶赶 不要说不用担心 我们只有25个人 我们只有10个人 我们25个人就18个人中就好 赶赶 我们的阵容就是要取代政府 你要你现在时代已经不同了 人民要看到的是决心跟信心 所以你看台湾高雄 当韩国瑜的韩风旋转的时候 蔓延在影响 不但高雄影响其他的南部的县市长都 都都因为外议笑容 韩国瑜就是赶赶的 当他选到 他做国瑜 选市长 他后面的那些市议员也必须当选 他这个 议会里面就是自己人嘛 不然 就惨了 所以他讲啊 要选一个议长的时候 他要求他所有当选的议员们啊 选议长的时候 一票都不能够闹 你闹的话驱毒你的 你是国民党 把你去掉 变成你不是国民党 但是你还可以做国会议员呢 他们的 他们是以人了 所以这叫做民主嘛 人 人权大嘛 我们不可以 你不可以说 哦我现在是 火箭党 我不要 我当选的我换成 铁锤党 你换成铁锤党就没有了 这个议席就没有了 我们是不可以换那个政党 我们的政党是很重要 他们可以的 他们是以人为重要 所以很担心的 马来西亚也是可以的 我退党 他们可以退党 本来人的意愿大过党的嘛 就是我们是转过来的啦 那没话讲 游戏规则就是这样 不你就要敢敢啊 你要让人民觉得说 你真的要 有更好的 所以 这种就是 真的是好像两只 两个枪手这样 每个人都有十力子弹这样 左轮枪有武力还是十力 武力子弹 各有武力子弹在他的左轮枪里面 然后他们背对背嘛 就慢慢走走走走走 走了十步 转过来 开枪 对决啊 每个人都武力子弹啊 同等的机会啊 没有的 对方武力你拿一力 然后你要人家 外围赌盘 赌谁赢 这个有武力子弹 这个一力你要赌谁赢 两个枪手 一个有 一个的左轮里面武力子弹 一个只有一力子弹 然后两个人 然后走十步 开枪 那个武力的一定开一枪就把你打死 如果他比你快 你那一力的 除非你刚好是那一力开出来 你又比他快 你只有五分之一的机会 敢敢 最少你要找的人数是能够 注意取代政府的人数啊 九十个人你要五十个人参选 九十个四十六个人参选 全部都要全力打 让人家知道说 哎呦我全部选你的话 全部进的话 是这样 因为一力2015年发生什么事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你二十五个 别的 其他的又有三个 有五个 有七个 有八个 加起来当然是 全部都有嘛 就 我们有多少选取 我现在搞乱了 八十九了 八十九 八十九这个是 这个八十九 执政的 这个八十九 执政的候选人 执政党的候选人 这个八十九所谓在野 但是在野里面有分了 七八个党 人民为什么不要 在最后一分钟 因为 方向球放出来了 哇 我怎么要躲了 我怎么做得不好 对不起啊 我怎么不能输啊 我怎么输 新加坡就撂了 我怎么输 新加坡就撂了 我怎么输 这个政府怎么办 这个国民怎么办 我怎么不能输 我人输不去啊 新加坡人 人们输不去啊 终于要和我人 也接着进攻 继续啊 或乎的话 不会讲 继续下去啊 那人民就想 哎呀我只喜欢这个 我希望这个在野党 但是其他的 不太信任 有些好像 last minute才出来 这样有些 整天口话话乱乱讲话 有些好像无间道这样 哇 假如 选下去哦 真的赢的话 这个他 哇 底下全部赢哦 全部进去了 哇 他们全部组成一个 一个比较好的 跟一大堆不好的组成这个 所谓的 替代政府 取代的政府 人民怕吗 我去坊间 听到的 我问了 哪一个在野你认为好 答案 大家 都是一致的 只有一两个 还有一个声音说 啊火箭可以 火箭也可以 火箭也可以 大家都一样的啊 啊就是那 那一根台嘛 大家都一样 你问新加坡的在野党 哪一个可以 就是那个嘛 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 那个锤啊 讲啦 不讲都辛苦 要比 我不是怕什么 有时候我要增加 效果 就是公认党啊 哎呀就讲出来 就是啊 大家公认啊 最有势力的在野党 我有讲错吗 没有啊 最大的在野党 我有讲错吗 没有啊 最有可能取代政府的 有没有讲错 公认党 没有啊 问题 能吗 可以吗 我真的不知道 现在因为 很难讲哦 市政会的事情 谁对谁错 不要去理 问题 会影响选民啊 所以啦 管市政会就是这样 摘下去了 不管又怎样 所以我不是回到原来我所讲的 一个国会员可以 四种功能 又可以 又要可以自己的胜利 如果你是内阁就不可以了 部长就不可以了 全职 然后就又要管市政会 又要在国会当国会议员 我们的制度就是这样的 台湾没有的 台湾选立委 管国会 问政 立委 每一个区的立委 就是替那个区的人民发声 查问政策 所以立委是很大的权力 市政会的市议员就是在那个市 里面那个小区里面 人民大概几万人他负责 所以人民有什么痛苦 有什么需要他们去解决 地方的父母官 然后有一个市长 就管所有的市议员 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说市长 还有市议员下去还有里长 每个里 大概一个里就五六十个人 还是一百多个户人家 他们很细的 选里长跟市议员 跟这个市长一起的 选了才选立委 然后选总统 那内阁哪里来的 内阁不是选举出来的 内阁是选了那个总统 你就相信那个总统 你可以组织内阁 你现在选市长 就由市长相信他 有能力组织小内阁 就是那些专才 那些专业 因为打选战跟 一个专业人士 有些人不要打选战 很累的 握手握手 探访探访 还要被查 要申报你的 很多东西要申报的 那有些专业人士 工程师就好好 在一个部门 做他的工程师 做他的 那个发言人 就好好做发言人 做到行政官 就好好做行政官 就是这样 所以内阁是由市长 去任命的 总统任命所有的部长 我们不是 我们是国会议员 可以升任部长 所以我们的 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就在那里了 没有人提 从来没有人提呢 几十年来 大家都认为理所谈难 但是 你一个人可以分身 四种工作吗 我不认为 是最好的方法 当然你说台湾这个方法 好不好 也有他的盲点 也有他的不好的地方 太多选举 刚刚选完市长 现在就 就在那边 也在政党 就在那边兜来兜去 台大的校长都可以被 台大的校长可以停顿 几年一年 多少半年还是一年 没有空着没有校长 选出来不被承认 政府不承认 也可以的 哎呀我不知道 这个国在也是很 很很 不要说我不可以讲 他们不好 因为我以后要靠他们来吃饭 不是说不好 他们有他们的好 他们也有他们的缺点 我们的体制有我们的好 我们的也有缺点 如果你选国会议员 他不是来问证 那就不叫国会议员了 他以后不要叫国会议员 做选区议员 对吗 我这样讲会不会 新的名字比较好听 Member of Parliament 没有啊 他不只是做 Parlament的工作 国会议员 Member of Constituency Member of Constitution 什么 哎呀选区是什么 哎呀 我的英文烂就是这样 不讲了 就是Member of 选区 Member of 选区跟Member of 国会 哪一个比较下单 当然是Member of 选区啊 他可能还是医生啊 他还是市政会的负责人啊 他也去国会问证啊 但是有时缺席啊 所以你看 哇我今天其实没有多讲课题哦 我讲脸书就是 那个罗先生的那个脸书 谈到新加坡2020 就是2020要举行大选 有四分之三的国人相信并支持 那有四分之一不相信也不支持吗 还是不相信支持 还是支持不相信 那那相信并支持的 你支持什么 你支持他当选呢 继续当选 还是你支持他翻天 腹地 有一个最要不得的 不是我要讲 我这看不惯 那个在野的那个 最大的那个没有讲 那个high steady 是其他的 看到马来西亚 Berzer成功 西门成功 你以为你可以搬过来用 你看到韩国瑜成功 你以为可以搬过来用 我讲归讲 很多东西不一样的嘛 国情不一样啊 人家Berzer Berzer 流血 坐牢 抗争 最后还是靠自己人 靠师父清理门户 讲一句不好听吗 靠老师父清理门户 然后现在这个老师父 跟我们搞搞展 弄得我们喘不过气 你以为可以照搬啊 哇 连这成功的 我们就 那些我看到那些 在野党的人 真的是 笑死人啊 真的 你有头脑的人想 你不要做这种事啦 好好的 好好的在社会里面 普罗大众里面 好好的服侍老百姓 服务老百姓 通过 震荡的手段 合法的手段 不要知道假新闻 我刚才所听到的都是啊 你说我知道假新闻吗 你去哦 去问德士司机 去问那些出租车司机 他们是不是说2020 他们要教训谁 你自己想 我没有说啊 但是你也知道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也就是那个意思 这个就是民意嘛 你要不要撇开嘛 明明就是这样嘛 当然你不可以拜 你不能够拜那个 代表自政党 然后他说他要了解民意 民意 每几个月去 办 办保安人员 办德士司机 办 酒店服务员 拜托 那个叫民意 那个叫做戏 做戏 然后跟他一起的 都是演戏的人 就是这样嘛 其实他们懂的啦 他们当然懂他们的危机啦 所以基本上他们也蛮厉害的 他们懂 他们不懂嘛 他的机身也会告诉你 大事不妙 一定要赶快想办法 所以黑咯 刚好出租车 这个行业兴旺 当年我们没有来 我们没有工作做 我们要去考德士 当行情不好的时候 你去考德士 他们说 他们说 考了很容易 我也是 我五本书 第一次全部过关的 我没有重考 有些人一直重考 重考重考 那我考的时候早就考了 我不是等到行情不好的时候 我竟有德士制造 当我离开我的职业的时候 我去做了三年的德士司机 每个月 基本上有收入 不至于 家里的人 做事 三空 所以 刚好这个经济 不紧急来的时候 有出租车 这样的一个规矩 两个 就考到了 他们就可以赶快 跟出租车公司 拿一辆车 因为本来生意都不好了 比如说买卖房屋的 二手房屋已经不行了 政府组屋又很难卖 本来政府组屋没有人 大家心道不宣 时间道美 每个人以为说 on block 什么 结果政府说不一定 99年后我们可以拿回 你一讲这种话 你这种嘴巴把这个话讲明了 人家每个都怕 你现在讲什么都没有用 现在只要你的族屋住了五六十年之后 你就很难买 没有人要买你的屋子 剩下三十三十九年 如果你是已经住了六十年 五十年的屋子 没有人要跟你买 每个人跟你买的时候 想说可能会翻新 会牵你到一个好的地方 然后政府会赔这个地方 不过你不要忘记 政府赔也不是赔你买的价钱 先讲先 如果没有错的话 你买的价钱是贵的 赔你不一定赔你贵的 真的可能不一定 我不知道 这是我突然想到的 所以 你已经讲死了 所以那些房地产经济很惨 那些保险人员也是很惨 现在保险人员都不卖保险 现在保险人员都在卖他们的 所谓的那种金融产品 现在保险人员也兼作 卖债券 卖他们保险公司出的那些金融产品 保险加投资 保险加保险 什么都有 吃了你说就是转型的一种 他们收没有钱的话 就少有出租车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失业力不高 是因为什么 那个司机跟我讲 回到我刚才我前面所说 尊严啊 他没有尊严了 但是政府把他不列为失业人士 他还是有工作 谁敢失业 我这个年龄都不敢失业 我都希望我要做到我的退休年 我不是跟你讲 我55岁的时候想 我55岁我拿了钱 我要走了 我不要做了 牙牙嘛 牙牙嘛 牙牙什么 爸爸牙 我以为我是牙牙 爸爸牙 等到你过了55岁开始身体状况不好 你需要吃更多的药 你需要钱花医药费的时候 你看到你 以为说孩子大了赚钱 他们也辛苦啊 你敢给他们拿多少 他们肯 敢给你多少 肯给 人给你多少 不要说肯不肯 他们也没有办法给你多啊 他们心存感激 我们照顾他们的下一代 心存感激 请外面一个帮佣都不止这个价钱 没有 我们也不要 我们爱心来 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但是基本上还是要 要给 他们都做到 已经很好了 这样很孝顺了 我的车 我的女儿帮我一起付 大部分时间我用 很孝顺了 每个月薪水里面 support我的那辆车的费用 没有车的就跟他说不要了 不用给爸爸这么多 你还有家 你还有孩子 你还有房子 还有你的先生还在努力读书 所以你明白吗 大家都很辛苦的 你为我们退休敢退休吗 也不敢啊 但是当退休年龄来的时候 就真的要退休 而且真的要找接棒人 真的要把工作放下 不要自私 永远退不下来 这样七老八老 这样站都站不稳 已经 是我立刻 退出 人生短短几十年 你已经来到一种地步 你已经站立下 你会晕的时候 你还不走啊 立刻宣布退休 反正也 真的也不缺钱吗 港带找一个接棒人 还玩什么跑马 五只变四只 四只变三只 三只变两只 两只跑出一只 2020吗 我真的也不知道 这几十位下 所以网友你说他病路高盲 高盲 你看我的华文真的很差 不应该做直播员的 所以我这个直播员 在新加坡一定不及格的 一定 一定是被人家说 哇这样的华语 也敢做直播员 这样的华语 也敢评论政治 这样的华语也敢讲话 这样的老家伙 真的是不怕 不知天高地厚 如果我在这个国家 我现在讲给你们 一千五百个网民听 OK啦 在YouTube可以 因为那边七八十八千 都是台湾的 网友 我的网友 有他们支持我 在台湾 我不是跟你讲 那个后援会的事 差不多了 已经一个小时了 我要结束 有的那个后援会 现在他们 支持到我的地步 我要求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 我不要再提那件事 就是支持 一百个人支持我 到现在还有 最后一分钟 现在还有 三十七分 十七分钟前还有 还在 现在已经是 已经当然越来越少了 但是我要求一百个人 按赞或者是 按plus 支持我 这个新加坡人 留在后援会 然后我用我的简体字 这是我的语言 文字 现在我要求一百 现在是一零六亿 一千零六十一个人 按赞 然后有些还评论 评论都已经三四百个 所以如果我真的 要展开我失业的第二车 要回去台湾 我觉得新加坡是 哎呀 玩不下去 闹不下去 做不下去 评不下去 讲不下去 慢慢我就 真的对不起大家 真的 你看 一千年六十亿 再短短的 两天 一天半 支持我 留在后援会 如果现在我把我的YouTube 介绍进去的话 你说他们有多少人 会subscribe我的YouTube 我这个你讲 我赚到六百多块 七十多巴仙是台湾人 如果你给我选择 台湾人还是中国 我选择台湾 对不起 因为 我老爸就是国民党 从中国逃到台湾 但是他没有去台湾南下 然后他很不幸的 被利用 所以他是 当时我们这边的那些左派 人眼中的钉子 因为他参加工会 他跟李光耀很好的 工会 后来因为一些事情 他开始觉悟了 但是他已经六十多岁了 但是他是经历在工会 因为当年孙中山打天下 就是在打这个反清复明 后来这些都是靠地方的 在新马这一代的都是那些工会的势力 那些商会那些工会 张氏总会张氏工会 因为我姓张 所以我爸爸就 他是 我不懂他对蒋介事 有没有那种遵从的心 可能有 不然他不叫国民党 他可以参加共产党 但是他退下来 他就没有跟蒋介事去台湾 可能有他心里的一种忧虑 所以他重新在南洋打天下 成为南洋三报的总编辑 他是南洋三报的总编辑 从前的南洋三报 不是现在的所谓的早报 后来退休啊 继续担任图书馆管理员 所以李星可这些都是他懂的 他们那一批被抓的 我爸爸没有被抓 已经退休了 所以我为什么 好像有一种 认主归根 没有办法 当然台湾 他也没有 我爸爸也有去台湾 但是没有在台湾 有留下什么重要的足迹 所以你说我将来 第二村的事业在哪里 我就看下去 所以为什么我跨年要去高雄 我是去玩 不是去做什么大事 去购物 帮助他们 尽一点薄利 买买皮包 买买西装 买买一些东西 就在那边消费 那边用 做Scoop去 做中华航空公司 中华航空公司回来 刚巧 就是这样 在这边我真的是 有点灰心 很难啊 这边我们的网民 大家你们也知道了 心知肚明 这个环境 政治环境 每一天会来我也不知道 我们大家都在那边 每天他们也在注意 你在讲什么 你在做什么 你在骂什么 你没有放你的真样子 就没有事吗 不要天真 查你查得到 总有 走过的 走过的总有留下住击 我也知道你们也没有怕了 只是说不要了 我为什么要露脸 不露脸也不行啊 你在那边的网页里不露脸 人家就说你是不是红啊 是不是黄啊 是不是这样 好了 今天我主要是谈 这个 哇 今天起伏一个小时谈政党政治啊 也不错哦 好了 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